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学学老师 我们今天呢,学习一个非常容易又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是很多朋友说他的跨步运动不协调 我们的跨步如何能够灵活自如的去摆跨呢? 好,我们今天教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共有三步法 好,今天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我们的如何灵活摆跨吧 好,同学们,我们可以双脚分开站立 好,我们只需要观察到老师跨步的动作就可以了 好,双手呢,我们可以辅助性的插腰去放在这里 那我们的跨步是如何动起来呢? 首先呢,记住我们的双膝下蹲 在我们下蹲的基础上 好,我们的左边的跨要用力的去向左边顶 那同学们说,啊,我的跨还是不会动 怎么呢?怎么样去做这个左顶跨呢? 好,那就是我们在下蹲跨是正的基础上 我们向左边立直我们的双腿 好,然后把我们的跨出出去 好,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第一步是下蹲 第二步是立直双腿左顶跨 好,第三步 就是先回正我们的下蹲 好,也就是立直双腿右顶跨 非常简单 好,蹲,左顶跨 蹲,右顶跨 蹲,左顶跨 蹲,右顶跨 双手插腰左顶跨 双手插腰右顶跨 好,就是蹲,左,蹲,右,蹲,立左,蹲,立右 好,图学们可以看到 老师在做摆跨的时候 一定要借助我们膝盖 膝盖 膝盖的弯曲与伸直 也就是我们上身体持有一定的幅度的 那我们跨步的运动呢 主要是靠我们的宽关节的这个位置去 顶出去 顶出去 然后呢 辅助我们的膝盖 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跨步的运动 好的,同学们 我们今天呢 教授我们的跨步灵活的摆动 已经教授完毕了 同学们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老师留言 学舞蹈 关注五生五云 再见